大家好,在今集节目里面,我们就来探索一些既环保又实用的生活小知识, 怎样将那些看下去无用的旧罐头瓶变成新的生命。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,很多东西在完成了它原有功能之后,似乎就变成了无用。 但今天,我们要一起学下怎样用创意和智慧,赋予它们新的价值和用途。 首先,讲下关于针线收纳的小窍门。 你是否经常遇到针线散乱,难以寻找,甚至担心小孩不小心触到的问题呢? 那时候,你只需要一个旧的罐头瓶盖和一块剪成圆形的白结布, 透过简单的剪贴和尖合,就可以制作出一个既安全又方便针线整理的小工具。 淡让,针线不单止整齐液稳,还可以有效避免安全隐患。 接着,我们讲讲怎样轻松剝算。 剝算是厨房里面的一项饭所工作, 但通过将蒜饭放入干净的玻璃瓶里面, 紧散瓶盖之后摇访几分钟, 大蒜的外皮就可以轻松脱落。 这个方法不单止省时省力, 还可以保持大蒜的完整性。 第三个小竅门是干货的储存。 利用洗干净干醋的罐头瓶, 我们可以有效地存放粗粮和其他干货。 密封性好的瓶子能够防潮被重, 保证食物的干净和新鲜, 令厨房更加整洁有序。 最后,我们来讲讲怎样便费为补, 创造个性花瓶。 只需要一只英俊的物纸套在罐头瓶口上, 即可制作出既个性又美观的花瓶, 为你的居家生活添上一抹色彩。 这样的花瓶既实惠又有创意, 能够点绝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, 这些生活小妙招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资源, 折约成本, 还可以激发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力,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, 用智慧和创意, 将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